《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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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回今天我要分享的題目 好 我們回到今天我要分享的題目 我的題目是 《進入祝牌的祝福》 我的題目是 《進入祝棚的祝福》 弟兄姊妹 你知道611有沒有守聖誕節嗎 弟兄姊妹 你知道611有沒有守聖誕節嗎 你覺得611有守聖誕節嗎 你舉舉手啊 你覺得我們要守聖誕節請舉手 OK 你一定是新來的了 那你一定是新朋友 611不守聖誕節的 611不守聖誕節 從04年開始我們已經不守聖誕節了 從04年開始我們已經不守聖誕節了 我們是守住棚節 我們是守住棚節 為什麼我們要守住棚節而不守聖誕節呢 為什麼我們要守住棚節而不守聖誕節呢 因為耶穌基督祂的出生日期不是在聖誕節 因為耶穌基督祂出生的日期不是在聖誕節 不是12月25號 不是12月25號 祂的出生日期是在住棚節 祂出生的日期是在住棚節 因為約翰福音第一章的記載 因為約翰福音第一章那裡記載 耶穌基督祂是住在我們中間 耶穌基督祂住在我們當中 其實那個住字就是住棚的 語文就是住棚 那個住字原文就是住棚的意思 也就是說耶穌是在住棚節出生的 也就是說耶穌是在住棚節出生的 你如果不覺得是呢 你想想聖誕什麼時候降臨呢 如果你不覺得的話 你想想看聖誕是什麼時候降臨 聖誕的聖誕清清楚楚的記載 聖誕是在住棚節降臨的 聖誕是在住棚節降臨的 聖誕是在五旬節降臨的 聖誕是在五旬節降臨的 你再清楚地想一想 耶穌是什麼時候自願的 上十字架 耶穌是什麼時候自願的上十字架的 是在逾月節 是在逾月節 明白嗎 以色列人三大節期 以色列人三大的節期 逾月五旬 逾月五旬 這兩個節期裡面 神都很準時的 獻上祂的贖罪高揚 和聖誕來到 神都很準時的獻上祂贖罪的高揚 而且聖誕來到 那耶穌的降臨是哪一天呢 所以應該也是在住棚節裡面 按照各方面的推論 還有很多的研究都告訴我們 耶穌在住棚節出生 按照各方的推論還有很多的研究 都指出耶穌是在住棚節出生 我所說的就記載在 基督降生在住棚的那篇講章裡面 我曾經講過一篇的講章是 基督降生在住棚的講章裡面 就有提到 所以聽姐妹 你一定要聽那篇訊息 所以聽姐妹 你一定要聽那篇訊息 上網去聽 你可以上網去聽 那我也相信在住棚節的時候 我們特別來紀念主來領受主 我們要進入住棚節的祝福裡面 我們零四年已經開始守住棚節 直到今天 六一一所有分堂我們都要守住棚節 六一的所有分堂我們都守住棚節 可是我看到很多的教會仍然在守這個聖誕節 那些是他們未能夠清楚這個真理的 那些是他們還沒有清楚這個真理 有些牧師清楚了這個真理 但是沒有辦法改變整個的文化 有些牧師清楚了真理 可是沒有辦法改變整個的文化 我們六一感謝神 我們六一感謝神 大家都跟著神的話去做 大家都跟著神的話去做 我們認識了原來基督降生在住棚之後 我們就在住棚節來慶祝基督降生 我們認識到耶穌基督在住棚節降生的時候 我們就跟著住棚節來慶祝 今年住棚節9月24日開始 我們也會繼續守住棚節 我們也會繼續守住棚節 我這一堂就要預備大家進入住棚節 我這一堂就是要預備大家進入住棚節 我們怎樣來過住棚節呢 我們怎麼樣去過住棚節呢 聖誕節大家都懂得怎麼過 聖誕節大家都懂得怎麼過 因為已經很多年的歷史了 從羅馬的君王信了耶穌之後 從羅馬的君王信了耶穌之後 公元350年 公元350年 開始就有聖誕節了 那時候開始就有聖誕節了 但之前是沒有聖誕節的 其實之前是沒有聖誕節的 那個日期是羅馬君王定的 他用過一日 他信了耶穌 所以就用過一日 本來慶祝太陽神的生日 改成慶祝耶穌生日 他信了耶穌 他就把那一天 本來是慶祝太陽神 生日的那一天 就改為為耶穌來慶祭 所以今天猶太信耶穌的信徒 他們都是守住棚節的 所以今天猶太信耶穌的信徒 他們都是守住棚節的 都不守沒有聖誕節的 他們是沒有聖誕節的 所以我們也不要再過聖誕節 所以我們也不要再過聖誕節 我們要守住棚節 其實住棚節是有祂的祝福的 那個日期是神所定的日期 這個日期是神所定的日期 我們一起來讀 李美記23章33到44節 我們來讀這位字的23章33到44節 預備起 耶穌華對摩西說 李曉宇以色列人書 這7月15日是住棚節 要在耶穌華面前守著節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誕 什麽牢碌的工都不可做 七日內要將伙制獻給耶穌華 第八日當守聖誕 要將伙制獻給耶穌華 這是嚴肅會 什麽牢碌的工都不可做 這是耶穌華的節期 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誕的節期 要將伙制、繁制、數制、制物 並電制、各歸各日 獻給耶穌華 這是耶穌華的安息日以外 又在你們共物和所許的願 並甘心獻給耶穌華的以外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 就從7月15日起 要守耶穌華的節七日 第一日為聖安息 第八日也為聖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 和棕樹上的枝子 與茂密樹的枝條 並何旁的柳枝 在耶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穌華首者節七日 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住在彭裏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彭裏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 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陳使他們住在彭裏 我是耶穌華你們的神 於是摩西將耶穌華的節期 全給以色列人 第一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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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神話語領受生命 聽神話語領受生命 本章聖經的三十三至三十六節 這一章聖經的三十三到三十六節 這裡所說的日期是猶太曆來的 這裡所說的日期是猶太曆 七月十五日 就是猶太曆法的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五日指的是猶太曆法的七月十五日 在今年來計算是相當於我們陽曆的九月二十四日 在今年計算的話 就相當於我們陽曆的九月二十四日 聖經的說 你曉悅以色列人說者 七月十五日是住彭節 要在耶穌華面前守者節七日 聖經說你曉悅以色列人說 這七月十五日是祝彭節 要在耶穌華面前守著節起七日 諸彭節共有七日 從七月十五日開始 要守七天 第一日當有聖會 什麼牢囊的功都不可做 七日變的第一日是聖會 七天裡面的第一天是聖會 不要做任何的日要守聖會 然後接著說 然後接著說 第八日當守聖會 第八日當守聖會 這是嚴肅會 什麼牢囊的功都不可做 這是嚴肅會 什麼牢囊的功都不可做 這裡重複講的就是 要守聖會 什麼牢囊的功都不可做 這裡重複講的就是 要守聖會 什麼牢囊的功都不可做 在七天裡面第一天是聖會 在七天裡面第一天是聖會 然後來到第八天也是聖會 什麼功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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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什麼呢 就是參加聖會 就是參加聖會 聖會就是大家一起來聚會 聖會就是大家一起來聚會 集中在一個地方 集中在一個地方 大家來敬拜神 大家來敬拜神 來聽神的話 來聽神的話 所以在聖會裡面 那個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宣讀律法 所以在聖會裡面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宣讀律法 他們在那裡聽神的話語 他們在那裡聽神的話語 對以色列人來說 律法就是等於生命樹 對以色列人來說 律法就等於是生命樹 律法樹 他們就看為生命樹 他們就看為生命樹 所以他們聽生命樹的說話 所以他們聽生命樹的話 就是領受生命 就是領受生命 這樣的做法 是在秘魯之前 亡國之前 那些愛神的好的君王 他們都會這樣做 這個事情就是 他們在秘魯之前 那些愛神好的君王 他們都會這麼做 全國都會守住彭節 全國都會守住彭節 領受生命 領受生命 但是到了秘魯之後 當他們歸回 當他們歸回 我們來看 尼希米記的八章十八節 從頭一天到末一天 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 從眾人首節七日 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從頭一天到末一天 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書 眾人首節七日 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從頭一天到末一天 就是住彭節的那七天 第一天到第七天 他們都是念律法書 第一天到第七天 他們都念律法書 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也是讀律法書 所以這裡有重複的說 所以這裡重複的說 是有聚會 是有聚會的 有嚴肅會 有嚴肅會 秘魯之前 只是一天的嚴肅會 再加第八日 只是一天的嚴肅會 再加第八日 我講錯了 第一天的大會 再加第八天的嚴肅會 第一天的大會 再加第八天的嚴肅會 都是聚會 而秘魯之後 前面的七天 再加第八天 全部都是聚會 前面的七天 再加第八天 全部都是聚會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被擄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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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說話 就是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說話 不領受生命 沒有領受生命 不守住彭節 不守住彭節 所以他們被責備 所以他們被責備 今天他們能夠歸回了 今天他們可以歸回了 而且有三波的歸回之後 而且有三波的歸回之後 他們就立志 要守住彭節 並且不是一天 不是兩天 而是總共八天 八天裡面有聚會 去聽神的律法 領受生命樹的說話 領受生命 在住彭節裡面 其實就是我們要來聽神的話 領受生命的日子 其實就是我們要來聽神的話 來領受生命的日子 當時以色列人 他們是需要有節旗可以這樣做 當時以色列人 他們需要有節旗可以這樣做 因為律法書 不是普遍每一個人都有的 因為律法書不是普遍每一個人都擁有的 只是祭司有的 只有祭司才有 所以甚至有些是抄出來的 他們的羊皮卷是很珍貴的 他們的羊皮卷是很珍貴的 百姓是沒有的 百姓是沒有的 只是祭司有的 文士有的 文士才有 所以他們要在大會裡面宣讀 所以他們要在大會裡面宣讀 特別是在節旗裡面 就要來領受生命 對我們今天來說 我們平時都是要讀聖經的 我們平時都是要讀聖經的 我們平時都是要領受神的說話 而是在祭牌節裡面特別有這樣的祝福 而是在祭牌節當中特別有這樣的祝福 就是神的生命要給我們 就是神的生命要給我們 所以在祭牌節當中我們要特別的領受神的話 所以在祭牌節當中我們要特別的來領受神的話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神的話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神的話 就是神的道 那麼我們來領受祂 那我們要來領受祂 在祭牌節當中我們特別的來領受耶穌 在祭牌節當中我們特別的來領受耶穌 就是領受生命 而六一的弟兄姊妹你也知道 而六一的弟兄姊妹你也知道 神是用祂的說話帶領我們教會 神是用祂的話語來帶領我們的教會 在神徒裡面 神非常的真實 神非常的真實 告訴大家我很興奮 我告訴大家我很興奮 每一次的神徒都是好像開特會一樣 每一次的神道就好像開特會一樣 而那個特會 大家平時去特會 你很有預期 哇哇 會很興奮 平常的特會 你很有預備說會很興奮 來到神徒的時候 就好像是平常一樣 來的神道就好像平常一樣 但是每次神都說話 而且神說的話語是剛剛好的 而且神說的話都是剛剛好的 我自己在當中分享的時候 我也都很興奮 我自己在當中分享的時候我也很興奮 這個不是我說的 那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神要說的 這是神要說的 所以我們每次大家都一起摸到神的話語 所以每次我們大家一摸到神的話去領受 去領受那個生命 我們就領受那個生命 所以我說 老一個弟兄姊妹 特別的生命是強壯的 所以我說六一的弟兄姊妹 特別生命強壯 這句話真的要關起門來跟大家說 不是告訴其他教會 只是告訴你們 不是告訴其他教會 光是跟你說 我們女一的兄姊妹 每一個孩子生命都是強壯 都是成長得很快 我們六一的弟兄姊妹 每一個孩子 我們生命都特別強壯 生長得特別快 其他教會每個禮拜 只是聽一篇信息 我們起碼聽五篇信息 並且我們還有追求 不是聽完就算了 不是聽完就算了 不是聽完就用信心語所聽的道調和 我們聽完還要用信心 把所聽的道來調和 進入禱告裡面 所以神非常之喜歡我們 神又說有的月給他沒有的了 所有的都要奪去 神說凡有的再加添給他沒有的 讓他所有的都奪去 神對我們真的很好 給我們很多很多的祝福 給我們很多很多的祝福 我們真的是領受生命 我們真的是領受生命 我們當這樣跟從神的說話走的時候 慢慢神又讓我們知道 原來六一的意象就是生命樹 慢慢神又讓我們知道 原來六一的意象就是生命樹 最近神又當他讀到神的說話的時候 應該是今年的7月18號 最近我們讀到神的話語的時候 應該是紀念7月18號 第六章7月18號 我就領受 就52年就要完成了 我非常之開心 我非常開心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要告訴大家 我講到這裡 我個人現在想到一個東西 要告訴大家 昨天我講完這個信息之後 有一位姊妹拿她的手機給我看 那天我講完這個信息 有一個姊妹就拿了她的手機給我看 牧師你是在2018年7月18號 他馬上打開手機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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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年加2018就是2070 52年加2018就是 你知不知道 海毛都豎起來了 神很喜歡用數字 跟我們去引證 跟我們說話 神很喜歡用數字來給我們印證 跟我們說話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神真的很好 神真的很好 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我們相信的人我們進入去 我們相信的人我們進去 所以我相信我116歲的時候 7月18號 我仍然見到612象成就 所以我相信我116歲的時候 7月18號那一天 我一定看到這個意象成就 Amen 實在太美妙了 實在太美妙了 神真的好 神真的好 我們住牌子裡面 可以來領受這個生命之福 我們祝憑節的當中 可以領受這個生命祝福 Amen 我們再來看第二大點 我們再來看第二大點 與神立約成為聖結 與神立約成為聖結 三十七到三十八節 三十七到三十八節 這是耶和華的節期 你就是你們宣告為聖媒的節期 要將火祭、繁祭、數祭、祭物 並電祭國歸各日獻給耶和華 這是耶和華的節期 就是你們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要將火祭、繁祭、數祭、祭物 便電祭、各規各日獻給耶和華 朱鵬節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獻祭 朱鵬節裡面有一個重點就是要獻祭 各樣的火祭 各樣的火祭 都要獻上 繁祭都要獻上 並且 而且呢 如果是同一些節日重複 如果跟一些節日重複 還有你有所許的願 還有你有所許的願 等等 這一切各有各 需要獻上的都要擺上 不可以頂替 這一切各有各需要擺上的 你都要擺上不可以頂替 所以這裡說各歸各日獻給耶和華 所以這裡說各歸各日獻給耶和華 各樣的電祭、數祭不可以改變 各樣的電祭、數祭不可以改變 如果遇到安息日 安息日所獻的祭 又要再加上朱鵬節的祭 安息日所獻的祭 又要再加上朱鵬節的寫信 如果你有所許的願 又繼續另外再獻你許願的祭 甘心祭 如果你有所許的願 你也要另外獻上許願的乾淨祭 朱鵬節是一個獻祭很興旺的日子 朱鵬節是一個獻祭非常兴旺的日子 究竟這個獻祭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到底這個獻祭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對當時的人來說 當他們獻祭的時候 其實是與神立約 對當時的人來說 他們獻祭的時候 其實就是與神立約 進入摩西之約 進入摩西之約 他們去獻上高羊 他們去獻上高羊 他們用信心去獻祭 他們相信當高羊、偶羊獻上的時候 他們相信當高羊、牛羊獻上的時候 他們的罪得到赦免 他們成為聖結 他們成為聖結 他們就是被神越納 他們就是被神越納的 所以他們要不斷地更新這個跟神的立約 所以他們要不斷地更新這個跟神的立約 是透過獻祭與神立約 是透過獻祭跟神立約 以至成為聖結 而至成為聖結 是他們每年守住篷節的時候 他們都這樣去獻上去跟神立約 成為聖結 是他們每年守住篷節的時候 他們都這樣去獻上去跟神立約 成為聖結 成為聖結 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 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 在守住牌子的時候 我們不是在這裡堆一堆火上來燒 不是 我們守住篷節的時候 不是在這裡堆一堆的火來燒 我們不需要帶牛帶羊來獻祭的了 我們不需要把牛羊帶來獻祭 我們今天做的方式是用新約的方式 我們今天做的方法是用新約的方法 因為耶穌基督 祂就是贖罪的公仰 因為耶穌基督祂就是贖罪的羔羊 祂為我們完成這一切的祭 祂為我們完成這一切的祭 在這些的犯祭、贖罪祭裡面 在這些的犯祭、贖罪祭裡面 其實都是指向耶穌的祭 其實都是指向耶穌的救恩 是指向耶穌 就是耶穌為我們完成 因為耶穌為我們完成 所以當舊約的人他們守這些的藥 去進行這個獻祭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信心是指向神 而來到新約的時候 耶穌神的兒子就完成這一切的祭所需 而來到新約神的兒子 耶穌就完成這一切的獻祭 所以耶穌說我來是成全律法 這一切的祭是指向祂的 祂來成就這一切的信心 所以凡用信心獻祭的人 就能夠領受基督的救恩 所以凡用信心獻祭的人 就可以領受基督的救恩 而我們今天在耶穌來了之後 而我們今天是在耶穌來了以後 我們就是望回耶穌 我們是回頭看耶穌 我們來獻祭的時候 我們不再戴牛羊 我們來獻祭的時候 不戴牛羊 我們是領受聖餐 建立和耶穌基督所立的約 紀念祂所立的約 就是祂所立的新約 叫做基督之約 就是祂所立的新約 叫基督之約 所以主辦之入面 我們是來歡迎耶穌的降臨 所以祝朋節當中 我們是歡迎耶穌的教練 領受基督的身體和保血 領受基督的身體和保血 其實就是領受祂的生命 我們也來紀念祂 在這個約裡面 我們成為神的子民 在這個約的裡面 我們成為神的子民 我們不再是外邦人 我們成為神家裡的人 我們成為神家裡的人 有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在祝朋節裡面 我們是這樣成為聖結 在祝朋節裡面 我們是這樣成為聖結 被神分別為聖 從這個世界分別出來 我們是領受基督的身體和保血 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們獻上祂自己 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們獻上祂自己 當我們成為聖結 當我們成為聖結 我們可以大大的這樣給神用 我們就可以大大的被神使用 不是靠我們自己的行為 而是靠著耶穌基督 而是靠著耶穌基督 靠著祂我們凡事都能做 所以祝朋節裡面 我們有一個祝福 就是成為聖結 所以祝朋節裡面 我們有一個祝福 就是成為聖結 祝朋節我們一起要來守 祝朋節我們要一起來守 並且是要有守聖餐 而且要守聖餐 獻上基督 為我們所擺上的一切 為我們所擺上的一切 我們來領受 我們就來領受 好 我們來到第三大點 好 來到第三大點 歡樂祝朋 蒙神賜福 歡樂祝朋 蒙神賜福 這一樣是我今天主要要講的 這個才是我今天主要要講的 這個才是我今天主要要講的 第39、40節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 就從七月十五日起 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 第一日為聖安息 第八日也為聖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中樹上的枝子 與茂密樹的枝條 在你們的面前歡樂七日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 就從七月十五日起 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 第一日為聖安息 第八日也為聖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中樹上的枝子 與茂密樹的枝條並和旁的牛枝 在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歡樂七日 第39節告訴我們 你要收藏地的出產 你要收藏地的出產 收藏了之後 就在七月十五日 你就要歡樂了 收藏了以後 你在七月十五日你就要歡樂 你要拿各樣的茂密樹的枝條和果子 來到神面前歡樂 你要拿各樣茂密樹的枝條 來到神的面前歡樂 七月十五日之前 你就收藏好地的出產 你就收藏好你的出產 有各樣的水果 各樣的穀物 各樣的穀物 還有釀酒 葡萄所釀的酒 你都收藏好了 你都收藏好了 就是年底的時候 年底其實他們的新年就是七月來的 因為他們的今年就是七月 他們收好他們所有的東西 然後你就要來到優惠神面前歡樂 然後你就要來到煙花神的面前來歡樂 你歡樂去拿著果子 怎麼歡樂呢 拿著果子 拿著那些茂密樹的枝條 充滿生命力的在神面前來開心歡樂 這樣來過祝蓬節 這兩節聖經 就是從收藏 去到在神面前歡樂 這兩節的聖經 就是從收藏到神的面前歡樂 告訴我們 其實是祝蓬節 就是收藏節 其實告訴我們祝蓬節就是收藏節 你這邊收藏好了 你這邊收藏好了 就來到神面前歡樂 過節七日了 所以是緊接著收藏 你就是要歡樂 所以緊接著收藏你就要歡樂 祝蓬節其實就是這個收藏節來的 其實祝蓬節就是收藏節 我們再看生命記 我們再看生命記 16章15到17節 16章15到17節 我們讀出來 我們一起來讀 在耶穫華所選擇的地方 你當向耶穫華你的神首節七日 因為耶穫華你神在你一切土產上 和你手裡所辦的事上 要赤福與你 你就非常的歡樂 你一切的藍丁要在徐敲節 七七節 駐鵬節 一連三次 在耶穫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 卻不可兇手朝見 個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招耶穫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這裡就是補充 利未記所講的他們怎樣要歡樂 這裡就是補充利未記所講的他們怎麼去歡樂 前面利未記就講了你收藏了之後 你就在神面前歡樂 利未記說你們收藏了以後 你就來到神面前歡樂 這個歡樂是豐收的歡樂 這個歡樂是豐收的歡樂 有收藏的歡樂 有收藏的歡樂 生命記這裡補充 生命記這裡補充 他說你在神面前歡樂 他説你在神面前歡樂 所有人都要在神面前歡樂 為什麼你那麼歡樂 他講了一個原因 15節尾 因為以後說 你神在你一切的土產上 你手裡所辦的事上 要賜福給你 你就非常的歡樂 在這裡有很多的收藏 在這裡有很多的收藏 他們就要很歡樂去敬拜神 他們就要很歡樂地去敬拜神獻祭 他們在很歡樂的時候 要知道一樣事情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豐收 這麼多的收藏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的收藏 是因為又說 在一切的土產上面 賜福給我 是因為耶穌在一切的土產上面 賜福耶穌 是因為耶穌在一切的土產上面 賜福我手中一切的工作 是因為耶穌神 賜福我手中一切的工作 我一撒種出去 我一撒種出去 那些種就生了 那些種子就長了 那些果子就長出來了 哇很開心 我無論做什麼都很棒 很開心 不管做什麼都很發望 都有恩寵 原來神賜福給我手中一切的工作 原來神賜福給我手中一切的工作 土產和我的手 土產還有我的手 我手所做的事 神都賜福 我手所做的事 神都賜福 所以我就非常的歡樂 所以我就非常的歡樂 這裡提到這裡就是 收藏 因為神賜福 所以我要歡樂 還有呢 還有呢 我來到神的面前 帶著這樣感恩的心 我來到神的面前 帶著這樣感恩的心 在神面前歡樂 在神的面前歡樂 接著 神明記在這裡說 你們一切的藍丁 一年三次要朝見神 然後在這裡神明記就說 你們一切的藍丁 一年三次要朝見神 不可以空手朝見神 個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 向神奉獻禮物 個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 向神奉獻禮物 在住棚節裡面 他們去感恩神給他們奉收 他們去感恩神給他們奉收 這一年生產的收入 其實他們一年生產的收入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他們一年生產的收入 我該怎麼說呢 從逾月節開始 從逾月節開始 逾月節之後 他們就馬上收割大脈 逾月節以後 他們馬上收割大脈 然後過五十天 就是五旬節 他們就獻初熟的果子 又去聖殿獻初熟的果子 在這個地方 又是動手割大脈的時候 這個時候又是動手割大脈的時候 他又是去收藏 所以他們又收藏了 一路再過一百二十七天 再過一百二十七天 就是來到這個住棚節了 就來到住棚節了 這個就是收藏節 這個就是收藏節 他就將它全年收藏起來 他就把它全年都收藏起來 然後就來到神的店面前 在神面前就開心 然後就來到神的店 在神的面前開心 存著一個感恩的心 看到豐收 他就感恩 他就知道是神賜福給他 他就知道是神賜福給他 那他就要奉獻禮物了 那他就要奉獻禮物 整年的預備的禮物 就是帶來奉獻給神 就是帶來奉獻給神 各人按照著力量 神怎麼祝福你 你就怎麼奉獻 神怎麼樣祝福你 你就怎麼樣奉獻 是一個很開心喜樂的奉獻 所以我要進入住棚之福 其實我們守住棚節 其實就是守收藏節 其實我們守住棚節 就是守收藏節 當你在住棚節裡面 慶祝的時候 其實就是 對著神給你有很多的收藏 去感恩 因為有很多的收藏 所以你守住棚 因為有很多的收藏 所以你守住棚 所以你將來明一年 又有很多的收藏 因為你守住棚 所以明年你也會有很多的收藏 我們守住棚 只是存著這樣的心 要進入神給我們的祝福 我們守住棚節 是要存著這樣的心 來進入神給我們的祝福 還有一處的經文也是非常好的 三十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 這裡這麼說 在收個初熟墨子的時候 要守七七節 在收個初熟麥子的時候 要守七七節 就是五巡節 就是五巡節 又在年底要守收藏節 又在年底要守收藏節 收藏節 即是住棚節 你們一切南丁 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華以色列的神 你們一切的南丁 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華以色列的神 為什麼呢 我要從你面前 趕出外邦人擴張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見耶華以色列的神的時候 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土地 我要從你面前趕出外邦人 來擴張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見耶華你神的時候 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土地 出外邦記三十四章再補充 我們為什麼在神面前歡樂 出外邦記三十四章再補充 我們為什麼要在神面前 一年三次朝見神的 向神獻上禮物呢 為什麼呢 因為神要擴張你的境界 因為神要擴張你的境界 神要叫你大大的得地 神要叫你大大的得地 哇 這件事非常之好 哇 這個非常的好 原來守住棚子有一個祝福 原來守住棚節有一個祝福 因為有神在你中間 所以你可以得地 所以你可以得地 有一個得地之福 有一個得地之福 神說你守住棚子 你來敬拜我的時候 你不需要擔心有人去侵奪你的地圖 神說你來朝見我的時候 你不需要擔心有人去侵佔你的地圖 其實是我要讓你擴張你的境界 其實是我要讓你擴張你的境界 你今天能夠擴張境界 你今天可以擴張境界 是因為我的 是因為我 所以祝棚子其實是去到神的面前 感謝神 所以祝棚節其實是來到神的面前 感謝神 我們自己教會都經歷到這一方面 我們自己教會也經歷這一方面 經歷到原來神是對我們好好 不斷讓我們豐富和經歷境界的擴張 神真的對我們很好 不斷地讓我們經歷祂的豐富 而且警戒的擴張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究竟怎樣好呢 到底怎麼好呢 要講的見證太多 那要講的見證就太多了 就是講我們從郵輪下來 管師說我們從郵輪下來 我們教會的人數已經繼續增長了 我們教會的人數就繼續增長了 金堂第二堂的主日崇拜 這個禮拜第二堂主日崇拜 主日第二堂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外面的Lobby已經坐滿了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外面的Lobby已經坐滿了 Lobby 外面旁邊走廊的地方 我一直都排大隊 還有很多人在那裡 旁邊走廊的地方 也一直排隊很多的人 不過我叫 有些排隊的人可以坐進來前面 不過都沒有人坐進來 是不是排隊的人可以進來坐到旁邊 下次我們可以再安排一下 我們不夠坐了 我們已經坐不下了 Friday night已經過千人了 Friday night也過一千人了 我們昨晚的Anew崇拜 也都是坐滿了 昨天晚上Anew崇拜也坐滿了 今早也挺滿的了 今天早上也滿滿的 然後第二堂也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真的不夠地方 我們真的不夠地方了 事實上神給了我們很多地方 我們仍然不夠 事實上神給了我們很多地方 我們還是不夠 是神擴張我們的人數 是神在擴張我們的人數 神也要叫我們繼續向左向右開展 神也要繼續讓我們向左向右擴張 神會將更多的兒女賜給我們 神要把更多的兒女賜給我們 Amen 神對我們真的太好太好 神對我們真的是太好太好 我們教會成立只有十七年 我們教會成立只有十七年 但是這十七年間神給我們一個租用的地方 十七年間神讓我們從一個租用的地方開始 最開始租用一個地方只可以坐七十人 開始的時候我們租的地方只可以坐七十人 用了一兩年左右 用了一兩年左右 一年半 我們就去了北角碼頭 我們就去了北角碼頭 在零七年的時候 零七年的時候 不過碼頭新道輪就叫我們搬 北角碼頭新道輪就叫我們搬 我們都不知道搬去哪裏 我們不知道搬去哪裏 但是神又很感恩 就帶領我們來全灣 可是我們很感恩神就帶我們來了全灣 我們就買了我們賦禮商場的一樓 我們就買了我們賦禮商場的一樓 一樓全層 一樓的全層 我們馬上就買了 我們馬上就買了 不過業主要跟我們簽約 我們將掌聲給給神 神即擴張我們的境界 神擴張我們的境界 我們又講到私人座這個地方 那我們再來說私人座這個地方 原本是戲院來的 本來是電影院 舊的業主要用來做老人院 舊的業主要來做老人院 於是他就填平這個地方 所以他要把這個地方填平 他就在地上灌水了 所以他就在地上灌水 因為他要填平 但是水就漏到我們下面 可是水就漏到我們下面 所以有一年的應該是2009年 2008年 我們教會就要用很多水桶在那裡裝水 2008年的時候 我們教會就要用很多的水桶來接水 總共有70個水桶在那裡接水 總共有70個水桶在接水 真的是住朋友恩雨 真的是住朋友恩雨 這些真的是恩雨來的 弟兄姊妹 那些真的是恩雨 那時候我們很難過 但是後來知道是恩雨 我們那時候很難過 可是後來就知道是恩雨 因為舊的業主 他在地上灌水 因為舊的業主 他在地上灌水 用水來填平他 想用清水去填平這個地方 那水就流到我們那裡 水就流到我們下面 那我們就是告他 那我們只能告他 食環處又證實 那些水是由這裡流到我們下面 政府也證實了那些水 是從這裡流到我們下面 所以就要他賠償給我們 所以要他賠償給我們 那我們於是打官司了 所以我們準備要打官司了 正要上clock的時候 剛好要上法院的時候 這個業主就跟我們談 這個業主就跟我們談 張牧師 我們不要法庭見了 張牧師 我們不要法庭見了 算了 反正我都拿不到牌的了 算了吧 反正我也拿不到牌照 因為這個養老院漏水 就拿不到牌的 因為這個養老院漏水 就拿不到牌照 所以我賣給你了 他說我賣給你吧 那我們就買了 這樣我們就買了 感謝神 看到嗎 我們零四年開始守住棚節 我們零四年開始守住棚節 我們零八年 恩羽就從我們私人座上面 降到我們下面 我們零八年恩羽就從私人座降到我們下面 於是我們就買了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才可以容納這麼多人 今天我們才可以容納這麼多人 我們將榮耀歸給神 原來守住棚節真的有這樣的祝福在裡面 原來守住棚節真的有這樣的祝福在裡面 我們再來看B點 我們再來看B點 領出埃及的神職豐收的主 領出埃及的神職豐收的主 41到44節 我們大家一起讀出來 我們大家一起讀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者節七日 且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住在棚旅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旅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 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曾使他們住在棚旅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的節旗全給以色列人 歡樂 慶祝七日 歡樂慶祝七天 奉獻 領受生命 領受生命 與神立約 知道神祝福我們的土地 祝福我們的土地 祝福我們土地 祝福我們土地 祝福我手中一切所辦的事 祝福我手中一切所辦的 就是神將一切的祝福都給我們 在住棚旅中 神要繼續這樣做 在住棚旅當中 神要繼續這樣做 但是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一樣事情 守住棚旅的時候 你要七日住在棚裡面 你要七日住在棚裡面 所以當每一個晚上他們睡在棚裡面 所以當每一個晚上他們睡在棚裡面 他們就看天上的星星 因為那個棚是用樹枝搭的 因為那個棚是用樹枝搭起來的 他們就想起他們的祖先 當神帶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都是住棚 神要他們記住一樣事情 神要他們記住一樣事情 帶他們出埃及的神 帶他們出埃及的神 救贖他們的主 救贖他們的主 也是今天祝福給他們豐收的神 也是今天賜福給他們 讓他們有豐收的主 前一個小點我們說了 住棚旅即是收藏節 住棚旅是慶豐收的 住棚旅是慶豐收的 他們在住棚的時候 在紀念救贖主 而他們之所以今天能夠可以很多的收藏 他們今天之所以可以有這麼多的收藏 就是這位救贖主賜給他們 祝福他們手中所做的一切 將土地賜給他們 將外方人趕出去 他們今天能夠成為以色列國 成為猶太國 就是因為有這位救贖主 他們今天可以成為以色列國 猶太國 他們能夠在加南這個地方立足 他們可以在加南這個地方立足 他們不要以巴利為他們的神 不要以亞斯塔路為他們的神 不要以亞斯塔路為他們的神 不以摩洛為他們的神 單單耶和華是他們的神 救贖主即是慶豐收的主 住棚旅是領受神的臨在 也都是慶祝豐收 也是慶祝豐收 他們要這樣來感謝神 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再看下去 41到44節 祂說 祂說你要知道 我是領你們出埃及的神 你們要住在棚裏面 祂說你們要知道 我是領你們出埃及的神 你們要住在棚裏面 這裡就講到 救贖主即是豐收的主 這裡就講到救贖主就是豐收的主 我們看詩點 豐然領受神的恩語 在被擄之前 好的王他們都會守住棚節 好的王他們都會守住棚節 不好的王就不守了 但是來到歸回了 先知就跟他們說 先知就跟他們說 不守住棚無魚缸 不守住棚沒有魚缸 是撒加利亞書 這是撒加利亞書 十四章十七節 十四章十七節 我們把經文打出來 我們把經文打出來 不想耶路撒冷敬拜大官王守住棚節 必無魚缸在他們的地上 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君之耶華 必無魚缸在他們的地上 然後耶穌基督也在祂守住棚節 最後那一天這樣說 然後耶穌基督也在祂守住棚節的最後一天 祂這麼說 我們把約翰福音七章打出來 我們把約翰福音第七章打出來 主耶穌是在最後那一天最大的日子 主耶穌在最後一天 住棚節最後一天最大的日子 祂這樣宣告 祂這樣宣告 信我的人從祂的腹中 要湧出末水的江河來 訊我的人要從祂的腹中湧出活水的降河 你們如果要口渴 當我這裡來 你們如果口渴 那可以到我這裡來 當時沒有聖靈礎來 當時還沒有聖靈事象 但耶穌說這句話 就是要叫他們領受聖靈 耶穌講這句話 就是要讓他們領受聖靈 這個有一個背景 這句話 這句話有一個背景 就是从前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 他们去跟从外邦 所以先知就责备他们 你们厌弃西罗亚池环流的水 所以先知就责备他们 你们厌弃了西罗亚池罗门的水 走外邦的水池 你们去走外邦的水池 其实是错的 所以当他们归回之后 他们做了一样事情 就是在贝鲁之前他们没有做的 他们就是祭司在住盘子里面 每一天都清早 就会拿着金壶从圣殿 带着一帮人 还有恶怼还有百姓 走到西罗亚池那个地方来拿池水 祭司会带着一个金丸 然后带着一群的人敬拜 然后就来到西罗亚的池子里面 去拿水 每一天都这样做 然后走回去圣殿的祭坛 然后走回去圣殿的祭坛 把西罗亚池的水倒在祭坛上面 把西罗亚池子的水倒在祭坛上面 当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们要祷告了 表示恩与降临 表示神的恩与降临 并且是西罗亚池的水 而且是西罗亚池子的水 祝福他们的不是外邦鬼神 祝福他们的不是外邦的鬼神 他们所依靠的不是外邦势力 他们所依靠的不是外邦势力 他们所依靠的单单是耶和华 他们所依靠的单单是耶和华 是西罗亚池的水 是西罗亚池子的水 倒在以色列的祭坛上面 倒在以色列的祭坛上 表示明年有恩与有丰收 表示明年有恩与有丰收 还有呢 表示圣灵要降临 表示圣灵要降临 所以主耶稣基督 在祭坛节讲过一番的话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祭坛节讲这一番的话 就是说你们相信我的人 就是你们相信我的人 必定有恩与给你 必定有恩与给你 你会有丰收 因为祭坛节的主就是丰收的主 因为祭坛节的主就是丰收的主 救赎你的神就是丰收的神 并且我将圣灵厚赐给你 而且我要把圣灵厚赐给你 你要被圣灵充满 感谢神 欢乐祝坛 我们就蒙神的祝福 我们就蒙神的祝福 我们要很开心地来过祭坛节 祭坛节所说的事我们都要去做 神所讲的我们都要去做 我觉得 在今年的日子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今年的日子很特别 7月18号我就领受 生命树的遗执 生命树仪仗要52年完成 7月18号我就领受 骗子生命树的异象 52年就要完成 接着神就一路带你 接着神就一路的带你 我们突然之后发觉 尼希米记 闪闪发亮 他的亮光直射永恒 我就发现尼希米记的这个闪闪发亮 他的光芒直射到永恒 哇 真的非常之好 真的非常的好 当我们这样读到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读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神又继续带领我们 我觉得神也继续带领我们 我刚才所说的52年完成 去到52年后的7月18号 又刚刚好是611 刚才我说52年以后 完成到52年的那一天 刚好又是6月11号 让我很惊讶 让我很惊讶 神真的在今年里面 带领我们的速度非常之快 神真的今年带领我们的速度非常之快 给我们的启示 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大 给我们的启示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大 我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说 神啊 你帮助我 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说 神啊 你帮助我 但是在期间呢 我又做了一个梦 可是在期间 我又做了一个梦 在梦当中呢 神跟我说 在梦当中神跟我说 住棚节 即是收藏节 住棚节就是收藏节 神教我圣经 神教我圣经 我原本不知道住棚节就是收藏节 本来我不知道住棚节就是收藏节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神跟我说住棚节就是收藏节 可是神就跟我说 住棚节就是收藏节 神说你想想 我的带领 我的带领 9月16号 千人浸礼 9月16号 千人敬礼 就在住棚节之先 就在住棚节之前 千人浸礼就好比收藏节 千人敬礼就好比收藏节 过千人受洗 过千人受洗归入基督 过千人受洗归入基督 收藏在基督里面 收藏在基督里面 就是收藏节 这就是收藏节 然后在住棚节 然后在住棚节 今年的9月24号 今年9月24号 大家就在这个地方 来领受生命 大家就在这个地方 来领受生命 一同来与神立约 并且一同来向神奉献礼物 而且一起来向神奉献礼物 领受神给我们住棚节一切的祝福 领受神给我们住棚节里面 一切的祝福 就是在收藏之后 就是在收藏之后 这件事我成就着 这件事我们正在成就当中 不单止这样 接着我们就上了邮轮了 接着我们就上邮轮了 在邮轮里面 我们经历那些日月为正 我们在邮轮上面 就经历那些日月为正 我们可以把那个照片打出来 日月为正的那幅图 那幅图要上上打 这幅图是价值连成 这个图片是价值连成的 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里是我们的船 这个是我们的船 船尾那些浪来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 在 那个礼拜五 那个礼拜五的黄昏 那个是礼拜五的黄昏 那朝就是读的经文 就是 尼希米的第十二章 那天早上 盛祥告成礼 我们那天早上 所念的经文就是 尼希米的十二章 就是沉墙高层之礼 这张的照片就是 有日头 日落来的 这个是黄昏 这边就是 东边就是月亮 这边东边就是月亮 满月的 是升起来 满月就升起来 我在船尾就拍了这张照片 我在船的尾部就拍了这张照片 仿佛神跟我们说 日月为正 六一一 走向五十二年 辨植生命树的意象 神是这样跟我们说话的 神在用整个游轮的历程 来告诉我们 是真的 五十二年完成是真的 昨天晚上才有人跟我说 完成那天又是六一日 昨天晚上才有人告诉我 完成的那天又是六一 吓了一跳 我并没有仔细去找这些数字 我根本没有仔细去找这些数字 其实我很冤枉 大家以为我对数字很有兴趣 告诉大家 其实我很冤枉 大家都以为我对数字很有兴趣 其实是神对数字很有兴趣 神用数字来追着我的 神用数字来追着我 一切都是神给我的 一切都是神给的 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 现在是神给我们的大日子 现在是神给我们的大日子 五十二年开始的时候 神做大工 五十二年开始的时候 神还要做更大的工 神还要做更大的工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还没有相信耶稣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邀请你将手举起来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要为你来祷告 我要为你来祷告 时日无多了 时日无多了 神要做大工 神要祈福给你 神要赐福给你 我看到你举起手了 我看到你举起手了 举起手的弟兄姐妹 我邀请你走到台前 我为你来祷告 请你们走出来 你走出来 你可以走出来 你来领受神的祝福 你来领受神的祝福 你的生命要改变 你的生命要改变 神是丰收的主 神是丰收的主 救赎的主 也都是赐你平安的主 救赎的主 也是赐给你平安的主 你愿意相信耶稣 领受祝福的朋友 我邀请你 你愿意领受耶稣 你愿意相信耶稣 请你应该立在前面 请你来到台前 我要为你来祷告 我们要为你来祷告 并且今年我们9月16号 而且今年9月16号 有海滩千人浸礼 有海滩千人礼 我们都欢迎你一同来参加 我们也欢迎你一同来参加 你在收藏节里面 归入基督里面 在收藏节里面 我们归入基督 你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 你的生命就藏在基督里 神要把一切的空性 恩典赏赐给你 还有没有 还有的话 邀请你继续地出来 感谢神 你到台前的兄姐妹 请你闭上眼睛 你跟着我一个一个来祈祷 你跟着我一句句地来祷告 亲爱主耶稣 多谢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相信你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带领我的一生 带领我的一生 将永生赏赐给我 来永生赏赐给我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兄姐妹耶稣在你心中了 祂要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让你大有信心的跟随神 永生神在你里面 祂要赐福给你手中一切所做的 祂要赐福给你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的生命从这一刻开始要改变 你的生命从这一刻开始要改变 阿们 你继续来教会 我们后面你旁边有同工要帮助你 你的后面旁边有同工要继续帮助你 你听他说留下一些资料 我们会继续帮助你 我们会继续帮助你 请你们跟着他走到旁边 我们愿神继续祝福给你们 愿神继续祝福你们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再次来宣告 神要为我们做新的事 神要为我们来成就 哈利路亚 新的事 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事 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财 新的恩财 我们要 我们要 专心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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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 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财 新的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 专心的 充满神的荣耀 新的事 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财 新的恩财 我们要 我们要 专心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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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 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财 新的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 专心的 充满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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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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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大大使用我们 神要大大使用我们 来近这52年 接下的52年 是很精彩的52年 是很精彩的52年 所发生的事 我相信所发生的事 所经历的神迹 所经历的神迹 是我们没经历过的 一定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就算在邮轮的那几天 哇 我们每一天都是经历神 邮轮的那几天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 我们明年又有邮轮的了 我们明年也会有邮轮的 应该有四千人的 明年是应该有四千人的 我们会越走越快的 我们会越走越快的 不知道明年神又给我们 什么样的经历 但我们相信神是好神 可是我们相信神是好神 他大大的祝福我们 阿们 你愿意在这52年 被神用吗 你愿意这52年被神用吗 你愿意的 请你把手举起来 主要在今年的祝福节里面 求你把祝福祝给我们 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都满有生命力的 来过这52年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满有生命力的 来过这52年 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又祝福我们 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也祝福我们 我们继续的跟随你 我们继续的跟随你 成就六一一 遍值生命树的异象 成就六一变值生命树的异象 主下与我们同在 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你蒙福 愿你蒙福 愿你法王 愿神的面光光照你 愿神的面光光照你 愿你在神面前 上上喜乐 愿你在神的面前 常常喜乐 在今年的祝福之中 在今年的祝福节里面 特别经历神的祝福 特别经历神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Hallelujah 多谢主 我们请新朋友 跟着我们同工小蜜蜂 我们请新朋友 跟着我们同工小蜜蜂 其他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散会了 其他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散会了 愿主赐福给你 愿主赐福给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